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會跟大家分享一個春天的妝容 最近感覺到天氣潮潮濕的感覺 就是春天正在來 所以我會借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一個 看看不同顏色的妝容 這次我會用一個比較特別的顏色 現在就看看我的妝怎樣化 開始之前我會先用這個啫喱打底 因為底部做好保濕 就不會容易溶妝 因為現在的天氣比較暖 所以我們就要先塗好一個保濕的底 塗完之後就可以塗一下它 讓它吸收 之後這次我會用LANKUM這個粉底液 它也是保濕成份很重 這支粉底液我已經用過幾支了 首先我會用手指在面上塗開 然後用一個濕了水的泡泡 拖開它 那泡泡要先加一點粉底 因為如果不是 裡面已經不太多了 很容易會被黑面抹走 現在是上了一層的效果 如果你覺得哪些位置不夠的話 可以再加 之後我們就會遮一下 我會用這個 我之前經常見外國Youtuber都會用的 那我就買了一個小小的來試一下 我會塗它在臉上 我會用它來遮黑眼圈 還有鼻翼兩邊 有紅印的地方 然後我們遮一下嘴角 因為我買了一個偏白的顏色 所以我們可以當它highlight用的 眼底我會用手指的 因為手指有一點溫度 可以令它的遮瑕 遮得更完整一點 而且沒有那麼容易有細密 你看到遮完之後 那個限量已經小了 超級到 但我自己覺得這個遮瑕 不過有一點偏乾 為什麼外國人會用得好像很貼近呢 應該就是因為他們的妝前 會塗層油 就會令它之後那些粉底下也好用 但可能亞洲人眼底通常就會比較乾 所以如果你會脫皮的那些 我就不建議用過 之後我們就可以用水粉掃 上來水粉 然後我就會用這個 這個是可以長時間都保持 很紅油 而且不會溶妝 而且超便宜 我先幫同時我買 50多元 然後我會用一個 這麼大的掃 然後先上去眼底 然後設定剛剛塗了一些下膚的地方 怕黏的人可以戴上臉 但我自己就比較喜歡保留 我會用一個小光澤感 塗完水粉之後 我的底妝就完成了 之後我們可以塗陰影 然後我就會用一個小小的陰影掃 然後我會用3CE的這個 但其實它本身是用來塗頭髮 發線的 但我覺得它的顏色都挺適合我們亞洲人 所以我就會用它來做抹陰影 記得 鼻影輕輕大過就可以了 不要甘心 鼻影打完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現在就畫眉和化眼妝 有沒有發現我的眉好像有點短 因為我昨天去了修眉 然後我覺得它修眉了 我的眉超短 臉的比例 眉毛是要在鼻子眼角 後來這個位置做眉 我還欠了大腳 所以我會畫長 我自己的眉 然後就用眉掃 擦鬆的眉頭就可以了 調味盡量畫得簡單自然 因為我染了頭髮 那我畫完眉之後 我就會用啡色的遮遮 噴一噴它 那本黑色的眉毛 然後再油和一點 頭髮和眼妝 看到沒有跟剛剛的分別嗎 然後我就會用一個 啞光的眼影來畫我的上眼皮 那這次呢 上眼皮的顏色會比較簡單 因為我會比較最重在下眼 和胭脂的地方 那首先呢 我就會用一個比較長 和鬆的眼影掃 然後去 用這個顏色 在我的眼皮上面 畫開 那慢慢淺淺的一層層上 那我就會由眼尾開始上去 那我們現在就淺淺的上去一層眼影 那之後呢 我就會用一個小一點的掃 那個頭小一點的掃 但是也是blending brush 來的 用剛剛一樣的顏色 加上眼尾和下方 下眼線的位置 後半肩 這樣呢 我覺得這樣就夠了 然後呢 我就會用這支眼線 包圍一條 古董色的眼線 其實你選一個深啡色的眼線筆都可以 這條眼線呢 不舒服 反了 所以我們等一下呢 可以用一個 擦 擦回Local 然後呢 我會用一個這麼小的掃 來擦回眼線 用掃來拉出 剛剛畫的眼線 如果你覺得可能這樣不夠顏色的話 這個可以都享受 那正常呢 啡色眼線呢 畫到這樣已經夠了 那我覺得自己的眼睛特別無神 所以我都會 加上一個 黑色的眼線筆做眼尾 然後我們夾一夾的眼線筆 就可以 黏眼睫毛 之後呢 我就黏眼睫毛 那這次呢 我會用這類型的眼睫毛 因為它是一盤一盤的黏 黏完會被整盤黏的 更加自然 一盤一盤的 那由於我忘記戴劍的關係 那我就用手 來 拿著它 那我會由中間黏起的 現在呢 就黏完一邊眼了 那你會看到其實它跟平時 我們黏節目是有分別的 因為這個會剪很多 但是呢 如果你很趕時間的時候呢 我不會建議這樣黏 因為它始終是一盤一盤慢慢黏上去 那它一定是需要一些時間的 黏完之後呢 我就會用平時我最常用的睫毛膏 將它們黏在一起 然後呢 在塗的時候呢 我會用一個塗眼一眼 看到現在兩隻眼有分別呢 終於呢都黏了兩隻眼的睫毛了 剩下上眼睫毛之後呢 就會覺得下眼睫毛有些... 這樣呢 輕輕這樣就可以了 之後呢 就拿著小小的掃 將來掃開些啡色的 剛剛我們用的那個啡色 是 都是輕輕很柔的 那種 我現在會在我的眼下上一些不同的顏色 我會用細掃再加上顏色 上之前我會在掃上噴定妝水 噴了定妝水是因為原因令它的顏色飽和一點 上去顯色度就會高一點 之後我們現在就加上黃色 其實我選了的顏色就是黃色 因為我看人們通常在春天妝都會化粉紅色 我覺得去情人之也是粉紅色 然後春天也是粉紅色 我就想著可以試試新的顏色 我就會用黃色加在眼下 因為黃色也是一個比較打涼的顏色 所以我就可以把它加在眼頭 之後我們可以在眼頭加一些光亮的顏色 然後我就會用這個光亮 拍照就足夠了 記不記得第一條影片我講過這支 睫毛膏 它塗下眼睫毛真的超好 因為它的顏色很小 這支睫毛的顏色 這支睫毛的顏色就足夠了 這支睫毛的顏色 我會用一個很簡單的上眼眉的顏色 我會用一個很簡單的上眼眉的顏色 我會用下面這個黃色 那秘訣就是你上黃色的時候 要噴濕一點掃 這樣顏色才會上得飽和 之後我們就會塗腌脂 我這支就選了這個 Bobbi Brown的顏色 超級有春天的感覺 同樣也會用一個細掃 腌脂掃 塗完Bobbi Brown的胭脂之後 其實是光亮的 所以我覺得它的顏色不太出 我會再在頭上加一點 我剛剛用過眼影盤上面的胭脂的顏色 輕輕加上這支毛色就可以了 這個是一個很淡 還有很暗的粉紅 那胭脂完成了 我現在就要做光影和陰影 我會用一個斜角的掃 然後用我剛剛用過的陰影粉 打陰影的 我會用中間這個顏色 已經疊破了 中間這個顏色 多餘的蝦在手上 然後我會用一個我新買的唇膏 我網上看到有人擦 我覺得很漂亮 然後我就買了 我看到有人在塗中間 然後把它塗開 頭是這樣 這個是粉紅色 然後配上胭脂 塗到中間之後 我們可以用手掃開 或者用唇掃也可以 然後有些偏Bobbi粉 如果覺得太誇張 可以在外面加一個比較Nood的顏色 這個也是我用開的那支 那你就可以掃開唇唇 整個顏色就會被它掃一掃 就沒有那麼bobbi 沒有那麼粉 然後可以用火鍋 然後印上你自己的粉 有時怕唇膏蟹到色 然後再上水粉 按完 然後 現在你的陰影光影都完成了 所以我們可以在單範圍 塗上水粉 拍妝 那今天我這個春天按過的妝就化完了 那現在就去淨彈髮 然後再回來